我現在不送上去 不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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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爆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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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敢玩全運了 為什麼是你啊 沒辦法 因為我說全運的主持人 好不好 好棒喔 快點啦 還不買 我是買兩百張票的人 什麼東西 你買兩百張票的人 朋友很少這麼挺的嘛 所以他開始問了 我想說奇怪 這個怎麼有點 怎麼那現場有一種奇怪神秘的氛圍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都是掌握著韓星 或是比較大牌的 反而你們算是 很開心 很開心 我就這樣講 我就這樣講他的事情 那講真的 這一路痘這樣挺你 我必須要講 我必須要講 對 納痘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說是 唉唷 不要這樣 不要 我現在想說你這樣 不要 好啦 好不好 自己好好講 好好講 因為納豆也是我們好兄弟 真的是我們多年以來的工作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像納豆啦 桃子姐啦 都一直不停的鼓勵我們 對啊 而且他們在一路上面 我進行到哪一個階段 他們都知道 我不能沒有他們的鼓勵 假如沒有他們的鼓勵 我這個事情很難做到 很難把這個電影做出來 因為其實我 我的鼓勵方法是比較屬於 就是我是比較憂心他的 因為我說這電影 我真的挫了話 你的聲音會怎麼樣 對啊 這也是一種鼓勵啊 對啊 但是納豆的確 他在過程當中 他有一直幫我 在找 譬如說找投資方 然後是誰認識什麼 對… 對… 這個你都有跟我講 這個真的是納豆 有在幫我做的事情 這個大家不知道 對… 他以為我們兩個關係很差 其實還OK啦 還OK 其實還OK 其實沒那麼差 OK的好不好 還可以啦 但是太多久 然後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他也是有來探班 蠻影響的大家 然後 大家本來比較想要聽到說 納豆不理我 我不理納豆這種東西 對 我們現在是要澄清 對啊 澄清大會 對…今天其實主要是來 宣傳你們電影 對不對 對…但你好像沒有很想要宣傳 我有啦 我沒有理問題 我看看 是他隨便答的 隨便答 隨便答 我們要先問小道開始 來… 阿堅他想要拍電影 應該跟你講了很多年了 對… 所以你怎麼敢做這件事情 我怎麼敢做這件事情 其實… 他做什麼事情 打動到你決定做華人 其實是顛倒 其實是顛倒 什麼樣子 因為 他知道做電影是很辛苦 嗯… 然後他跟我說 但是… 很多前輩也勸他不要 對… 其實在做之前 很多前輩說 你這樣不是好好的節目… 他後來這個推掉超多節目主持 對… 這是真的嗎 我覺得… 如果這個是你的夢想 你應該… 就是盡全力去完成嘛 嗯… 其實他心裡本來就有一個打算 但是他就是… 比如說問問你啦 問問我啦 就他身邊真的… 講一講的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去做 因為這個… 這個決定做下去就… 重大 對… 沒有回頭路的嘛 沒有回頭路 就跟我自己創業一樣 嗯… 其實沒有… 創業沒有一定… 輸或是贏 對… 但是你不做的一點 就永遠不會發生 嗯… 那我就跟他說 那不管怎麼樣就做嘛 成功失敗 到最後再彈性決定就好 那我覺得他本來就做了這個決定 那幾個朋友 對… 在這一種… 對… 鼓勵之下 對… 那很多人會跳進熱火坑了 對… 跳進就跳進去 因為現在… 譬如現在拍電影 或者現在投資電影 其實是風險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 他當然有機會可以 譬如說名利雙收 但是他… 機率很低 對…機率非常非常低 十部賠九部 對… 所以你還是… 你還是想要這樣警察 其實不只啦 可能一百部中兩部 大概… 現在是這樣嗎 沒錯… 我覺得站在我的立場 因為我也是鼓勵了那個人 所以我當然也要幫忙 嗯… 在這整件事情上 而且老實說 我是對他有信心的啦 嗯… 就是說他要做電影這件事情 其實… 我對他是有信心 所以我也才這樣子鼓勵他 跟…也自己投入這樣 那問一下這個記輩會好了 只是… 你…在你心中 你覺得天歌是怎麼樣的導力 非常有才華 你是…我看到你坐在那邊 反問我… 我三個這樣反問是盧貝松 你知道嗎 我想打你 不是 是你兩條 你奇怪了 我怎麼莫名想要打他 你要問紀維惠什麼事情 什麼… 你在做什麼樣的導演 對… 其實剛剛講到盧貝松 我就想起 Lucy裡面天歌有… 對… 對… 然後我其實那個時候 就有對天歌有印象 因為他在裡面客串的那個角色 跟他平常以往出現在 以往目前的樣子 就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有爆出一個驚嘆 然後我就想說 欸…這個人其實 有一些很不一樣的面向喔 然後那一次就跟你特別的… 有錯 那Lucy才出現短短的一個小時間而已 對啊 可是反差很大 對啊 就跟像那個時候 就是豆哥你傳去演電影的時候 那個反差也是非常大 而且我覺得那個是非常迷人的 來… 講到你就開心了 我就不能講別人好 就一定要講你的臉嘛 這樣稱讚你又沒看到嗎 你那個臉 你那個臉 反倒剛剛滿明顯的 對啊 你來講你就可以 他就不能講我 他有稱讚你對不對 但是… 那時候是有印象嗎 那合作之後 就是他的感覺 江湖上有傳言說 天哥要拍片很久 然後這個劇本拿到輔導鏡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耳聞 然後我還有想要毛貝子見 蛤 他還沒來找你就有想要 卡什麼 蛤 你不行對不對 你那種綜藝你做回去啦 你快訪他的啦 快訪他的啦 好 沒事 我跟你講這真的很完全娛樂 從我那個時候 從5666 對 對 他是你師兄 你是師兄 你是師兄 就從一個年代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有沒有 OK 我們回到節目 對 還沒說完 還想到哪裡 你還幫他講完 對啦 就是那個 什麼 就合作了之後 然後我就想要毛對之間 可是一直沒有那個 就是 就好像一直錯過 然後一直到快要開拍的前 有兩個禮拜吧 對 然後他們就變愛的句子就找上去 然後就說 現在我們還在找女主角 要不要見個面聊一聊 我跟他說 天啊 這是命運的安排 你這是所有的演員裡面 你有用哪一個有 感到有後悔的感覺嗎 我 我 或是有沒有後悔 沒有找誰演之類的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 就是一直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沒有找我演 你的電影就是 對 屁啦 你瞎講 沒有啦 會在那家門口 他就是說不要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螢光目前跟納豆 這個打打鬧鬧 這種搭檔的氛圍 太強烈了 假如如果說我們 把身邊這群朋友 全部都找來拍的話 大家會比較 有刻板印象 沒錯 就是說他們在組織大學 真的沒 他們在做什麼什麼節目 的那個印象 所以他們就很難 進入到這個故事裡面 我在拍之前 也都跟所有身邊的好朋友 納豆 漢典 心雅等等這些 身邊常在一起共識的 包括有些前輩 就說我這次的企劃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我 我不要跟大家合作 而是說我擔心這種事情 有可能會發生 你這次的電影其實還 特別找了周杰倫 你幫你客串 對對 你跟他這次的合作 他是一下就答應 還是其實中間有一些 盧的過程 編導 是嗎 又是他來盧你 不是 他不是盧他 他本來想改一些本子的東西 他還想改一本 他自己也是個導演 他自己用自邊製造自己的 對 所以他也很會 但是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會堅持你要的嗎 還是跟大家怎麼樣 沒有 假如他在現場的話 他一定會提供他自己的引擎 他事實上也就是這樣 那 而且他全部都是為這個東西的好 對 所以後來我想說 他譬如他有一些鏡頭 有一些位置 他想要怎麼辦 他連鏡頭都幫你想 有 他擺 我擺了一個位置 他說 他說 這個要不要過來一點會就好 你再過來一點 對 再過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自己 自己 然後演完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你屌了啦 有沒有 他沒有挑戰到你導演的權威性嗎 沒有 當天他很自動就當成演員了 我就回歸演員 你來幫忙 對 他來幫我 我身邊的人都知道我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過程 他們也都知道我進不到哪一部 結論也是一樣 然後他到後來真正要開始的時候 他說 其實我可以 也可以加入喔 可以的喔 反而他是 到最後是力點 那 我也很開心啦 因為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跟他在螢光幕上面的連結 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大家看到這一次我很多參與的演員 其實 私下其實都跟我們 A啦 對 可是大家不會直接聯想 再幫我們影響在一起 你要不要在這邊也呼籲一下 就是說因為豆包了兩百張嘛 對 他包了兩百張 對啊 他的糖漲我看沒有兩萬張 二十萬張 納豆 納豆 只是拋磚魚 對 剩兩百張 希望 贏出你的兩萬張 好狠喔 兩萬張 我的小 我的小倫輪大哥 拜託你 小倫輪 那我要問給你們 現實裡面就是周九倫這次客串 他有哪一頁 對 沒有 完全沒有 他感人的吧 跟你他去工作了幾天 我告訴你 Ella沒有 Ella也沒有 所以應該跟我們不拿 陸陸他給我 幹嘛不拿 沒有 我跟你講 他開口怎麼可能會 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投那麼多下去 Ella是說 這是他多年前答應我們 因為那個時候 我說我要寫腳本 然後他跟我說 真的要寫嗎 那你說做這件事情是很累的喔 你真的假如把它完成的話 那我就去演 他是這樣 以前就這樣 他很久以前就這樣會講 重點是Ella 一路還打電話問他 你寫完美 什麼時候拍 對 他這麼想要拍你的 我居然是支持 那他就 他就在看嘛 他說你到底做不做的 你當初自己講 你沒有講我就不談這件事情 但你有講 我要看你是不是真的做完 你做完 假如你真的有做完 我停一停到我停 後來他就 你知道嗎 一通電話他就說OK這樣 裴裴你也合作過很多的導演嘛 對不對 那你會給這個導演怎麼樣 很高的評價 哇賽 哇賽 因為他的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非常精準 因為我覺得其實喜劇 是非常非常難拍的 對 那個節奏 對 節奏感是一件 很微妙的事情 可是他都抓得很精準 而且他都非常的能夠 識別每個演員的光 然後要怎麼 誰要放在哪裡 誰要放在哪裡 一個導演被稱讚的時候 可以看到演員的光 是非常非常高的稱讚 是不是 是 是 你真的 不是 你放他幹嘛 我聽到的是 豆好像也看過那本書 豆 對 他大概也了解這些什麼 光的書 對 曾經他介紹我一本書說 如果你把它看我給你一萬塊 是那本書嗎 不是 你們還有這一段 有 他介紹我一本關於意識 還是什麼那種很深層的書 對 對 你根本就也在看 沒有 但是他那個比較腦神經科學 他比較 腦神經科學 你現在都看腦神經科學 因為那本書是介紹說 如果你長期睡眠不多 是長期你不覺得 好想到你的腦神經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常常跟納豆講這個書 但納豆就說 真的嗎 滿有趣的 我就說 你在那邊講有趣幹什麼 你又不會看 然後他就說 他就搶看 你看我給你一萬塊 然後我就在那間 跑去書局就買回家 對 你有買 你有看嗎 現在知道我床頭 對 有看了兩頁 納豆他 他這個人格是非常非常善良 朋友又多 然後很多朋友都想要他幫忙 所以他有時候自己有點分身法術 反而自己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都可能都被身邊的一些 你知道很遠的朋友帶 我知道他很重朋友 他非常非常重朋友的一個 所以 所以可以再買 鋪了這麼長一段就是要 沒有 問你 你是不是聽得到一些聲音 這樣017 怎麼說呢 就是應該是說你腦中 是不是會有一個直覺性的聲音 可是我到今天看不通是一些 就是 惡作劇的聲音 就是老師在上面 然後我先就說 拿下筆下丟他 誰有下筆 我就在這 這個 這確是有個聲音 經過捷運 然後做手錐的時候 把他推下來推他 推他 都是不太好的 我都壓抑這個聲音 他現在都 他說現在講補片 我們私底下都跟我講說 要把那個女生怎樣 補導他 沒有這麼多臭聲音 他就是有約會這樣 對 看完的時候 你對這部片子 有什麼樣的評價 我其實評價超高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也多 因為說真的拍喜劇真的是很難 很容易 很慫的好笑 對 等你們要做這些事情 第一我要先強調 這是一個完全不慫的好笑 因為這不一樣 那樣子的東西也很多人喜歡 但這一部完全不是 我覺得這一部是 比較經過設計的好笑 在劇情上的好笑 劇情上 不是去 刻意去做的 不是用便宜的方法 讓大家覺得發笑 我沒有這樣講一些前輩 很容易會有這樣的評價 這也沒有不好 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樣 大部分的喜劇都會為了 比如說我這邊做一個點 他會非常好笑 可是可能會失去掉 失去掉 故事本身的可信度 這個很好笑 太荒謬了 太棒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執行 但一做了以後 的確很好笑 觀眾在那個點裡真的笑 大家會覺得說 對啊 這就是好笑 我們就是喜劇啊 但是喜有了 沒有了去 那在這個戀愛愛劇裡面 我特別去為這件事情做拔關 我想要試試看 有些笑點不寧願放掉 那如果有些好玩的 我覺得戀愛愛劇 不是一個大爆笑喜劇 但是看到很多地方 大家會有同感 會會心裡笑 會覺得有趣 一個玩耳 對對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大家是會喜歡這個故事 並且從這個故事裡 可以得到一些啟發跟勇氣 太感人了吧 太感人了吧 真的有感人嗎 我感動到 你有感動嗎 我感動到 我真的累死了 真的嗎 來啊 你還不是我的導演 我不會聽你的話 沒有啦 現在這個 他真的很 他真的很 超問極的 就因為來巴爾 這 這個ING就是 阿KEN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去把它執行出來一個電影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假如觀眾朋友也聽過 阿KEN這一路的故事的話 就會知道說 我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那我還是把它完成了 那在戲裡面的角色 一樣也是富有這種精神 他也 在現實生活中 有很多的困難與挑戰 然後 最終他 努力 然後完成 得到了自己 夢寐以求的愛情以及夢想 所以 我覺得戲裡戲外 大家都能夠感受到這一股力量 我要的就是 希望所有的觀眾看完之後 不要看到電影裡面的角色 或者是 電影外的導演阿KEN 而是要在電影當中看到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也可以完成 你想要做的 然後盡全力的去追求 不要害怕挑戰 因為阿KEN可以 你也可以 感謝三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完全娛樂 謝謝 完全娛樂